离谱,是真的离谱,52级账号的胡桃带着三个低恋幅度,单人打出了42万的伤害 春风桃里花开夜,秋雨无通夜落时 哈喽,大家好,我是燕子 今天这个账号是要核爆 核爆是吧,来看一下 冒险等级52级 他的记录是15万,要求是单人核爆20万 看了一下角色,有胡桃 那么今天我们核爆的主角就是胡桃了 那胡桃的队友该怎么办呀 巴尼特,没一命 万叶,没有 莫娜,没有 就一个砂糖免相还凑合 你这队都配不了,你怎么核爆呀 而且你的胡桃,没命做,没专务 面板看着还可以 但是,你是真挑不出来几个能用的辅助 这砂糖也是完全没养 如果是多人核爆的话,我敢给你保证一百万 我想给你做一点火山药吧 哎呦呦呦,你看你这捉襟见肘的材料 青蛙怎么了,被你吃了 好,现在我心里已经有思路了 接下来,我给你们看一下我的行动计划表 嘻,这可是机米 千万不要外传啊 嘿嘿,不爱 现在就要抓青蛙了 青蛙这个东西,大家平时遇到的话 尽量给它抓住 因为不仅做任务需要 而且啊,平时打个核爆什么的 都需要青蛙 那这里给大家推荐几个青蛙比较多的点位 那我也是给这些地方一顿掏 掏了半天,从原来的穷困潦倒到现在的颇有佳思 只要不是虚一千万,我都能掏得起 虚一千万 接下来就是做饭了 别的我不敢说,就是厨艺 我可是雷电将军的清传弟子 所以说这些饭呀 十分的珍贵 食物已经够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调整圣衣物 砂糖带讨龙带四封套 但是他没有四封套就算了 讨龙只有精一 那,这只能进卡池来搏一搏了 好,讨龙出来了 那就算了 不过封本还是要刷的 现在我们需要一套封套 一套宗室,一套教官 不过在我的美美刷本之后 封套,教官,宗室 都已经被我凑出来了 那么,接下来 十二万 他的记录是十五万 要求是二十万 但是我怎么突然没有信心了 这个账号 没有万叶 没有莫娜 没有万尼特 到底能不能打到二十万 其实我心里也没有数 给胡桃换了一颗包伤头 一旦打出了十九万的伤害 我感觉在这棵树上 已经到达瓶颈了 这时我们只能另寻他法 那就比如说 嘿嘿 你个狗 你怎么跟狗一样 请不吝点赞 助级 什么 多少 42万 哎呦我的天 看到这个伤害 我真以为是出什么问题了 因为我就不敢想象 能打出这么高的伤害 不过这也算是一件好事 这个任务 就在莫名其妙之中完成了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关注燕子故事不止 喜欢就点个关注吧 我是燕子 我的元神 等你哦